我们要覆盖复类的方法 就得遵守覆盖的规则 覆盖的规则有三点 第一 方法的参数类型需要一致 所谓的参数类型就是 参数的类型呢要一致 数量要一致 然后顺序也要一致 第二 就是返回类型要一致 所谓的返回类型就是 我们在复类里返回的类型 然后在子类里呢 它返回的类型必须要和复类里 定义的这个类型是兼容的 第三 就是方法的访问权限必须一致 比如我们在复类里的 访问权限是public的 我们不能在子类里把它修改为private 或者是protect 这是不允许的 例如我们这里有一个application 这个类 这个类里面呢有turn on和turn off 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分别都返回不耳类型的值 然后接受的参数都是那样的 也就是说为空 然后我们还要定义一个toaster 这个面包机这个类 这个toaster呢我们让它继承这application 这个类 toaster我们想让它覆盖掉 这个turn on这个方法 那我们如果说在覆盖类里面呢 添加一个integy的参数 虽然我们添加这个参数是合法的 但是它破坏了覆盖的规则 所以它并没有覆盖到 负类的turn on的这个方法 再比如如果我们想把这个turn on的这个方法 它的访问权限改为private或者protect 它同样也破坏了这个覆盖的规则 不但它破坏了覆盖的规则 在这里它还是不合法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的练习代码吧 我们来这里看看我们的练习代码 animal的class里面 它有make a noise的方法和aid的方法 这个方法体呢 它是空的 并没有实现任何实际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呢 要在dog这个class里面呢 要覆盖的这两个方法 那要我们要覆盖的这两个方法呢 我们就得遵守覆盖的合约 也就是规则 那又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想这里 我们想make a noise 然后呢 我们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intg类型i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输出狗的 只有去旅行 旺旺旺旺 然后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private 把这个it的方法 把它的访问权限 改成跟这个animal的访问权限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animal类里面的 它这个it 它的访问权限是public 然后呢 make a noise 这个方法它并没有任何的参数 那我们改一下 改完之后呢 我们在made函数里面 我们来new一个dog对象 然后调用newdog的make a noise和eat的方法 我们看一看它到底会调用哪个方法呢 如果说我们成功地覆盖了animal 它应该就是调用了这两个 这两个输出这两个狗是喜欢吃骨头和狗是喜欢旺旺旺旺的 那我们运行一下代码 试试看 这个代码还会报错 你这报错是什么呀 我们不能复开的add 这个在animal里面 因为我们把它修改了它的权限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访问权限给降低了 它不但没有征守合约的规则 而且还是违法的 也就是说编译器不允许我们编译通过 所以我们呢必须要把它改成public 那我们改成public 我们再来运行 我们试试看 我们能看到输出的结果 只有一个狗就喜欢吃骨头的 也就是说只有ed这个方法会覆盖掉了 因为在这里我们调用dog的ed方法 它是调用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方法 而我们前面的make a noise的方法呢 它是调用了animal里面的这个方法 并没有输出任何的值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输出看看 在这里输出做了一个检测 复类的方法我们可以说 这里是复类的make a noise 此时我们可以再次运行我们的这个代码 我们能看到它的确就是调用了这个 复类的make a noise 所以呢我们想在这里彻底的重载呢 也就是说覆盖掉复类的方法 我们就得跟它一模一样了 这个方法也不能含有参数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再次运行 我们才能看到 才能就是真正的覆盖掉了复类的方法 而现在调用的就是这个dog的make a noise 和ed的方法 这就是覆盖的合约 我们一定要遵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